中国的准备 昨天呢 刚好就是三中全会开始 我们之前就已经提过 这次三中全会是全球主目 那也就在开始的这一天 然后他公布了 他上一季的经营成长率 这个数字实在比预期低很多 因为原本预期 就很多的经营学家 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呢 都说 估计第二季的经营成长率 是百分之五点一 已经低于第一季的 百分之五点三了 可是结果他的数字 出来只有百分之四点七 而且你仔细看结构 之所以只有四点七 还是两件事 一个就是消费非常低 这个消费力道之低 有超乎预期 然后第二个呢 还是房地产 所以这两件事情 仍旧拖累了 中国大陆的经济 其实他的第二季金出口数字来看的话 出口已经表现非常亮丽了 比预期要好很多 结果没想到消费还在继续的拖累 然后房地产还在继续的拖累 所以我们就要来看说 你就结构来说 房地产这个部分 我们来看固定投资 房地产的部分呢 还是负的百分之十 所以虽然有一些 这个投资表现还不错 比如说制造业 他的投资百分之九点五 比如说计算机 以及其他的电子产业百分之十五点三 但是我这边跟大家提一点就是 因为在整个固定投资结构当中 房地产的占比还是很大 就他现在一直衰退一直衰退 可他人就占了百分之二十三 所以这百分之二十三 衰退个百分之十 其他的部分必须要增加很多很多 才能够抵消得了 所以虽然说 你看到说制造业好像还不错 那么尤其这里面的计算机通信 以及电子制造业还不错 可是整体来说只有百分之三点九 所以你就知道说 这个房地产人就拖累了投资 那而且房地产的部分的拖累 也使得他们在企业能够 什么产业能够赚钱这件事情 那么很明显你看到结构上面 正在调整整个全国规模以上工业 的利润率是百分之六 年增率百分之六 就是赚的钱增加百分之六 可是采矿业很低 只有百分之二点四 制造业百分之六点五 那这一些电力啦 热力啦燃气啦 这一些工业是百分之六 在制造业当中 有两个区块是非常明显的 这两个是属于制造业的 在制造业当中这两个区块的成长 高于全国的平均值 也高于制造业的平均值 一个是装备制造业 一个是高技术制造业 这里面当然就凸显出来说 他确实努力的希望转型 所以你看到说 比如说像半导体产业 不管是五月的数字 六月的数字 他的利润也在增加 所以也确实代表 他的方向确实产生了正面的影响 或者是智慧型手机 现在也开始有一点成长了 那这一些状况 所以他的转型速度是慢的 因为像房地产不好 水泥当然就不会好 所以这一些的拖累还在存在 而这一边的转型速度 他就不可能 整体数字看起来就真的不是很好 好 这个是投资的部分 但是无论如何 至少投资的部分是正成长 那么现在呢 真正值得担心的是消费 因为消费的状况实在不好 好 我们来看到说 六月份的全国零售销售数字 年增率只有百分之二 我们不要忘了去年的这个时候 其实大陆因为2022年底开封 然后2023年开始开放 前面三个月 大家就拼命的消费 可是四五月份就开始 突然之间的萎缩 所以四五六月的数字 其实都不好 在基础比较低的情况下 年增率只有百分之二 然后你再进一步的去分析 各种产业类别 你看那个蓝色的线 就是六月份的这个线 你就会发现到说 六月比五月更保守 一些大额消费都不敢出手 比如说 大家觉得大陆的汽车业应该很好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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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负成长百分之六点二 家电业负成长百分之七点六 然后呢 这里面服装纺织 负成长百分之一点九 然后经营珠宝都负成长百分之十一 不对不对 这个是五月的 就是经营珠宝是负成长百分之三点七 然后化妆品负成长百分之十四点六 那消费什么呢 消费的其实就是十一 就非要消费的十一柱形 烟酒啦 然后呢 还有石油制品啦 就是汽油消费啦 或者是轻食 然后呢 然后一些饮料 饮料都变少了 然后家具类 就是剩下基本消费 其他的部分 其实反而是大额消费缩手的现象很明显 所以不管是从绝对数字来看 或者是你分项来看 那个消费突然之间的缩手的情况 其实六月是比五月明显很多 因为五月有五一长假 其实五月是有看到旅游消费的旺啊 然后大家的消费的那个热啊 突然之间六月又嘎然而止 所以他的消费跟不上是很明显的现象 那他的上半年反而是靠出口 就是你看到他六月份的出口 年增率百分之八点六 其实超过预期 可是进口是因为内需不足 负成长百分之二点三 这也反映了他的 这个零售销售的不足的问题 可是因为出口还在成长 进口是负成长 所以他的贸易顺差 九百九十亿美元 这是创了近几年来的新高纪录 那因为我们的这个GDP里头 是这个出口减进口 那会等于经济成长当中的GDP的计算的范围 所以是用贸易顺差来算他的经济表现的 所以你的进口衰退这件事情 大家是不管你的贸易顺差就对经济贡献就变得非常大 所以你要知道说以今年的上半年来看 你看到说上半年的消费对于经济成长的贡献度只有百分之六十 跟去年贡献百分之八十二 其实是减少很多 那而在投资的部分 其实贡献度差距不大 对不对 那反而是出口 所以是外热内人 去年的出口减进口 对于经济成长是负的贡献 因为他的顺差没有像2022年那么大 可是今年的上半年 他是正的贡献 而且贡献百分之十三点九 我觉得你看这个结构 你就会知道说 那种外热内人 但问题是外热是不能够依视的 就是外热这个状况 其实你依赖不了太久 其实六月的出口的成长 其中可能会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现在不是很多电动车 比如说什么欧洲要加关税 然后很多地方要加关税 或者是这个东西要加关税 那个东西要加关税 眼看着贸易战要来了 所以很多的出口厂商 抢先出货 或者是说很多的贸易商 他们就可以抢先的购买 所以那个出口里头 其实是有要规避 未来的关税的味道在 那未来关税一发生之后 他会很快的荡下 因为前面已经先出口了 所以如果只依赖出口 这个经济就会影响很大 难怪这个摩根大通跟高盛 看了这个结构要立刻要下修 今年的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率 就是因为这个结构 会让他们更加的不安心 所以我们这边就要来看 因为这一次的三中全会 大家期待非常的高 那其实在这一次 就已经先提出来说 要破坏进一步的全面生化改革 那进一步全面生化改革 什么东西呢 华尔街日报提了七个关注领域 那我觉得大家细看这个东西 可能会觉得很辛苦 我整理 我觉得有四个方向 是我们可以关心的 第一个他一定要解决 地方财政问题 因为现在看起来 房地产 我之前其实也提过 就是说当房地产不好的时候 那因为地方很多的财政来源 是靠出让房地产的出让金 然后来作为他们的财政收入 那当你的房地产不好的时候 大家就不去标 这个土地的出让 那这个出让金的减少 会让很多地方的财政出问题 那现在看起来 这个财政问题 是要有一个新的收入来源 那这个收入来源 能不能让地方财政完全的改善 这个是大家先要观察的 因为地方财政恶化 就整个中国大陆的财政问题 没有问题 但是地方财政的恶化是问题 第二个部分是 那么习近平提的新值生产力 能不能真的带动经济转型 我们刚刚看到确实有一些高技术 他不管是在获利能力上面 或者投资上面 都是比较表现好的 可是这个部分 能不能不被拖累的带动经济转型 让大家有信心 第三个部分是 社会改革能不能够让大家 更敢于消费 那这个部分就牵涉到他们家深化的一些 这种养老金的一些改革等等的 还有他们要定金融稳定法 他们的金融改革 能不能够让大家相信 金融危机的几率会大幅度降低 这几件事情 要做到让人们相信做得到 这个时候 他的下半年的经济的那一个 投资啦 消费啦 才会真正的出现 那这两个信心没有回来之前 觉得经济要好 他恐怕还真的需要一段时间 所以三中全会 有没有带动信心很重要 那房地产 我们讲过很多回 就是只要是房地产出问题 房地产的泡泡只要破 他的 他的修正期都会非常久 他之所以重要 他火车头产业就是大部分的人 你的资产配置里面最大块的都在把房地产都在那栋房子上面 你每个月支出最多的或者你认为你在存钱的都是存在那个房子上面或者支出在那个房子上面 所以房子出问题的时候对大部分的家庭部门来讲都是一件超级大事地东山药 他马上造成的就是其他的耐久财的支出马上的就结一缩缩使 不管是车啦旅游啊这些都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那把房地产你看我讲的有很多的新闻都显示大家在房地产的那个泡泡吹到最大的时候许多人进场了排排队晚上去去去去抢抢房子 然后以当时自己的工作跟收入的情况过度乐观的去去去承担贷款 那大陆的这种各种的计算方式跟我们当不不尽相同啦 但是当你发现你总是有一个假定我的工作不会变 我不会失业而且我的我的收入一直都会维持 所以我一定负得起那个贷款错 他根本的原因就是大陆大部分的从从从1919801978年之后的这几个世代 其实都没有真的经历过所谓的这所谓的所谓的景气的泡沫的问题 所以你不知道泡沫破掉是什么感觉 但是这一次那个味道了你就你就知道房地产的泡沫破灭 而不是股市股市就一直被拖累 股市没有泡泡对对对吹不起来 对就是这个想吹都吹不起来 对就怎么吹都吹都吹不起来 但是房地产的问题他的修正 现在现在是在一个很症状很急性的时候 我认为第二季看得出来房地产的症状是很急性的 许多倒过来讲就是说房地产业者大概也觉得已经没有办法了 就是该卖的卖该断的断大家都在套现能够尽量的把现金的保留保留下来呢 就尽量保留下来所以他会有一些的急性症症状 我估计了 我我个人认为就是以市场的特性18个月来算 从去年去年开始中国大陆去年的你从资本市场也暗淡了一整年 18个月的话你推算大概就就到第二季 第的第三季我我认为状况会比较会不会出现突然间的好好转我不敢说 但是应该不会再有更更糟的情况 第二个就是说三中三中全会 我认为大家对三中全会的许多的想法都认为他会有一些开创性的 然后很大手笔的刺激硕是我觉得不会 我觉得三中如果有什么意义的话 三中如果能够把如何因应川普上台之后的对中国经济所可能会造成的冲击 能够能够把这些应对措施先准备好就不错 就是你把三中全会当作是一个一个准备穿穿上败下的一个一个中国的中国的防御防御性的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会议 我觉得他可能意义呢会来的更大你要防御你一定要提振他内需的需求 对就是说内需的内需的部分 以今年的第二季情况 我觉得我觉得整个中国大陆的消费市场有那种小小确性的味道 小小确性跟你的跟你的经济体的规模大小没有关系 而是你的你的那个消费心心态 我们说的小确性是指你的消费心态而言 你不敢花大的但是在小小的当中尽可能自我满足 花花小钱得到点小快乐之后在网路上面不断的放放放大 大概就大家现在都都都在玩的 就是你已经不敢去做大额的消消费了 你倒过来讲 我我觉得他也是一件好事情 就是前几年我在中国大陆网路上常看到的那种的夸富现现象 你有没有注意到已经很很久没有没有出现那种 那种那种什么所谓那种很夸富的那种富二代了 就不管或者很漂亮的女生来自己炫耀自己的车炫耀自己包包 那种的新闻其实已经很很很久都没有出现 他反而是一个是一个健康调整的情况 结果欧洲金贫股就好惨 对你你你你总要总要经经过个两三个循环 大家才知道经济到底是怎么会实行 不会一直好但也不会一直的不好 那美国的美国的情况美国算下要要要打压 因为川普川普对他的对他的经济政策的核心的两个概念 一个是美国优先同时呢要推动爱国经济 什么叫爱国经济请爱用国货 那个那个话是很很可怕的 美国的美国的这种的这种的消费体系 他要尽可能的美国人用自己的国货 他的贸易当中的依存度他要降降低 他要尽可能在面对中国经贸的时候要策略性的达到达到相对独立的目标 这个是川普就算他会成功他不会不会成功 可是呢喊喊口号那很过瘾你到你到美国美国去啊 呃但我我我我关注到的一些一些社会的变化的面向很多 可是有有一点是很特别 比如说我们在台湾我们都还是开汽油车 甚至有专门的电动车的停车位停车的基地 对对对就是呢就是那个整个整个区域呢都让你停电动车的 然后可以可以充电就你家里没有电动车没关系 你越花个十五分钟呢开到你家附近的某一个电动车的充充电厂 你进去停个十五分钟大概够够你两三天三五天用都都都没有问题 我我在美国一个都没碰到你相信吗就公共 我相信啊所以美国电动车现在很惨吗 美国的美国的公共停停车场里面我没有看到一根电动电动桩 就是充充电桩在路上我看到的电动车连特斯拉都非常少 真的非常少你几乎不会看到他们都还是开油车 他们的垃垃垃垃圾甚至你会觉得啊美国人把这鬼扯美国的美国连垃垃垃圾都要分类 我们的垃圾桶里面一定会有个厨余桶美国人是没有厨余的 你吃剩的东西的全部都是丢在丢在同一个地的地方美国在很多的 他的那种的消费消费行为注定他转型的时候他会非常的辛苦 我认为美国现在遭遇到的就是他生活已经习惯他要他要去转型成另外的一个 要让自己变成是一个变形金刚他变不过去 由奢路减难 真的真的非常难所以你对于对电动车在美国不管他要怎么样去保护 我我觉得今天他说他要对中国电动车刻意很很高的关税那不是问题 而是因为他的基础设施根本跟不上来 我认为美国是像风格的站开 我认为美国是最常任何人 我们看到美国是常任何人的人 想上一种力的金融 我们看到美国发生了一种力量的